北辰一家来到京都 一家人开心的吃完团圆饭后 杨淑云和张贵英在聊天 聊到家起 杨淑云就叹气 说自己大闺女不听话 嫁得不好 她担心 却管不了 张贵英也是身有同感 说自己大闺女也一样 在丈夫家里挨打 几次想要离婚 可人家南方不肯 他们家也没办法 说到陆秀情 她也是一样叹气 秀和泽拉着家令说起了石波森的事 比如林美霞跑了 听很多人说是被李月静给卖了 赵芳也回城了等等 晚上 北辰 你说你那个二妹妹 我们该怎么跟娘说啊 我前段时间让人去深城找过她 她已经不在那了 具体去了 我也不知道 不在深城了 所以她是不是不干那个活了 我不知道 我本来想给她找个正经的场子 让她去上班 可是没找着她 家令松了口气 那我们应该也不算是骗娘吧 毕竟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她在做什么 以后娘要是问 我来说 你不用管 我不想我们家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给你造成什么压力 其实我也没什么压力 你别多想 我就是怕娘失望 你找找她吧 如果找到了 尽量往正路上领 娘年纪大了 老大家是那样的 陆秀香又没怎么回过家 也过得不好 陆秀琴能管你 就管她一下吧 家令是不会去管陆秀琴他们了 只是张贵英跟陆北辰是他们的至亲 家令也不会去要求人家一段去关系 找到再说吧 我不会让她在那面前给你添堵的 第二天 陆北辰带着孩子们出去玩 他们刚走 家琪和布与琪又来了 我们放假了 我来看看爸妈 你不是刚看过吗 家琪回头 可布与琪纹丝未动 直直盯着家令 家琪里面的张梢 你能不能把你那狐媚样子收起来 做给谁看 又想勾引她吗 她现在是你姐夫 家令听得莫名其妙 也就你自己当的宝 别把别人想得跟你一样 说完家令转身回屋 布与琪直接追了上来 家令 你的脸色不太好 是不是哪不舒服 家令没搭理她 家琪走过来 你不是说我们这次是来看爸妈的吗 你又追着家令干什么 我们是来看爸妈的 走吧 你们怎么过来了 也不早说 我们什么也没准备 我回我自己妈这里 还需要准备什么 那你好歹也是带女婿上门 该准备些吃的 让你妈现在就去买菜 你们留下吃午饭吧 不用了 我跟雨琪来看看你们就走 我们今天有安排了 她说带我去看电影 既然爸想让我们多留一会 那我们今天就留下了 明明只是客气礼貌 居然还当真了 因为家琪跟顾雨琪的关系 家令中午没有出来吃饭 陆北城带着孩子中午也没回来 吃过午饭后 家琪他们就走了 家令这才出来 爸妈走了 哎 走了 这次走得倒是很干脆 我听你这话还有点遗憾 还是怎么着 爸 你听听你说的什么话 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 顾雨琪那种偏执的性子 这次怎么那么听话 就乖乖走了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这话让家琪荣跟杨树云 顿时紧张起来 什么问题 你可别吓我 家令摇摇头 那怎么办 他是不是又想害人了 这怎么办 怎么办呢 老家 家琪荣也心传意乱 他想起自己第二次被抓的时候 也是这样 爸 你别着急 我只是猜测 可能是我们想多了 你别急 我们来想办法 对啊 咱家女婿也是个有本事的 趁着女婿现在在 家令 你得跟她说说顾雨琪的事 一定要注意她 家令还不是妈妈那么担心害怕 心里对顾雨琪的恨又加深了不少 好 妈 你别担心 我会跟陆北辰说的 第二天陆北辰有事要忙 家令则来到了店里忙活 这时来的几位不速之客 那件衣服拿下来我试试 店员微笑着上前招待 请问你穿什么马的衣服 这件衣服有不同色系 也有不同的马 换个店员来 你还对着我笑什么 当我是男人吗 这话说的这么难听 家令和店员都发现 这些人是来找茬的 同志 我们店里只有我一个店员 那不是还有一个吗 您误会了 那位是我们老板 哪有老板忙 我拿工资看着不干活的道理呢 老板怎么了 老板不也是卖衣服的吗 怎么 他不能给我拿吗 家令走过来 当然能了 你想要什么吗 我给您拿 家令对店员点了点头 店员便默默退后 那女的没说要什么马 而是肆无忌惮地打量家令 也不怎么样吗 也就那张脸能看 这身材真是难看 他身旁的另一个女人 也跟着附和 确实不怎么样 之前那些人说什么 最美老板娘 太夸张了 那个男的则色迷迷地盯着家令 我长什么样 跟你们都没什么关系吧 我这里是服装店 只卖衣服 没有其他项目 你们要是实在闲得没事干 还是去外头找那些猫狗玩吧 我的时间 你们耽误不起 那两女的完全没想到 家令会这么说话 你这个女人到底懂不懂尊重人 果然是乡下来的没见识的女人 你以为你是谁呀 还我们耽误不起 你一个个体户 你有什么可骄傲的 是啊 你既然是卖衣服的 打开门做生意 我们是来买衣服的 怎么 说几句还不爱听啊 我是个体户 但个体户就有一点好处 就是生意我想做就做 不想做就可以不做 你们的生意我不做 你们可以走了 你 你说什么 给你送上门的钱还不要 说实话 我还真看不上 你们买衣服的那点利润 现在请你们马上离开 那两个女的 看着家里满脸的高游戏 你知道我们要买多少衣服吗 看不上 你这店 一天能卖出去几件 你又能挣几个钱 这时那男的走过来 老板 和其生财嘛 他们就是被家里惯坏了 毕竟大院已长大 难免有些交纵脾气 你多担带点 你说是不是 担带是相互的 我不想做你们的生意而已 那男的笑得肆无忌惮 这恐怕不行 老板 我堂哥啊 刚好在你这片地方工作 管着这里 你是个聪明人 其实我早就想约你出去吃顿饭呢 你看一会店里关门 赏个脸呗 这两个女的冷哼了一声 孙景文竟然看上这个女人了 哼 不知姐姐的贱人 自己吊着顾与其还不算 居然还把她的姐姐 嫁给了顾与其 凭什么 家里根本就不知道 他们是因为顾与其 来找个麻烦的 冷冷的看着他们 我不喜欢跟别人出去吃饭 至于你堂哥 尽管来试试 看来你真的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 好 我等着你来求我 孙景文说完转身就 穷酸相 那两个女人也准备离开 等等 怎么 你能把我们怎么样吗 你敢把我们怎么样吗 你们不是说能买不少衣服吗 买吧 要拿几件 我让人给你们拿 这两个女的能住 不会是刚才充大款 实际上你们根本买不起吧 那以后这种话还是少说 不然自己打脸得多疼 你像胡说八道 不就是几件衣服吗 还真以为我们买不起吗 他们被嘉玲刺激地挑了一些衣服 付账的时候 嘉玲给他们涨了百分之三十 你的一共120 你的132 你是抢钱吗 怎么这么贵 你们进我的店 没打听过我店里衣服的价格吗 我就是这个价格 你们买不起的话 以后就别来我面前冲大尾巴狼 省得到时候丢人的是自己 哼 谁付不起啊 120块钱而已 那个女人直接给嘉玲账了20块钱 提了衣服就走 另外那个女的也很不情愿地付了钱 提着衣服走了 这些人不会无缘无故来找麻烦的 他们到底是谁 还有那个男的 哎 刚才忘了问清楚了 看来明天得让陆北辰去找找于海亮了 防人之心不可无 虽然不怕他 但也得防着他们使阴招 王王快要下班前 嘉玲便让店员去找吴凤花 他想让吴凤花陪他一起回去 当看到来的是陆北辰时 他一起惊讶 你不是今天有事要办吗 怎么这么早回家了 不早了 媳妇 你今天是不是遇到事了